大家好,欢迎来到在线课堂 这一节课,我们将讲述一个有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电影《推手》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推手 什么是推手 很俗的说,就是太极拳中,两人对练的把势 手臂相搭,互相推往,周而复始 平衡牵制,趁势而发 推手是两个人的把势 反映了整部影片主线所突出的二元性 也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饮食习惯 语言,语言隔阂,教育方式,生活方式 等诸多方面的冲突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电影《推手》的故事简介 《推手》 《喜宴》 《饮食男女》 是首位国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中国台湾知名导演 李安,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指导的家庭三部曲 其中,《推手》是李安导演指导的出名作 《推手》的故事发生在美国 来自中国内地北京的朱小生 留学美国获得计算机博士学位后 在美国工作 与白人玛莎结婚 并拥有一子杰米 其父朱老先生 是北京太极推手大师 业以退休 未尽孝道 朱小生将朱老先生接到美国 同生活 以享天伦之力 玛莎是一位自由作家 整天在家写作 由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 加上朱老先生不懂英语 以及儿媳 玛莎不懂汉语 朱老先生和玛莎 无法进行交流 更谈不上融入 儿子一家人的生活之中 俨然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玛莎认为 玛莎为难 以此 朱老先生不慎走失 朱小生 朱小生到处寻找父亲未过 几乎崩碎 酒醒之后 回到了黑心老板 朱老先生 朱老先生偶遇了也从女儿家搬离出来的陈太太 两位老人似乎要走近 相互扶持了 关于这部电影中的人物性格 我们可以知道父亲是孤独 传统又倔强的 儿子是孝顺 妥协又不佳的 儿媳则是独立 民主 物质 并且注重隐私的 这部电影中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主要有四个方面 这节课将主要讲述第一方面 中西方对待老人问题的差异 孝道 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传统美德之一 百善孝为先 因为孝 维护着家族的稳定 孝的最重要内容是传宗接代 延续家族的香火 是中国家庭最大的责任 有不孝有三 无后伟大 影片中 朱小生在美国生活安定下来之后 把退休的朱老先生 就到美国一起生活 这是为了尽险对父母的孝顺 在朱老先生不慎走失后 朱小生对玛莎说 在我的教养里 一个人关心父母 应该像父母关心你一样 父亲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为什么你不能接受 以至朱老先生不慎走失后 朱小生将餐桌 厨房里的东西全部推翻 打翻在地 以及酒醉 自残 以发泄对玛莎 没有照顾好自己父亲的不满 同时也有对朱老先生 父亲 朱老先生的责备 在朱小生的心里 出去遛搭会有困难 对于玛莎来说 抓紧自己的写作 要比照顾好朱老先生重要 这让朱小生根本无法接受 玛莎甚至认为 朱老先生 他好像故意要走失 像小孩 要争取大人的注意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 关于电影推手的介绍 下一节课 我们将继续讲述 中西方文化上的不同差异 大家下次再见